词曲 李宗盛 大神 若瑟 为我登记 耶稣 居父 神 若瑟 免造主 神 神 宽 荣 荣 义生 藏 座 神 家 藏 圣母 耶稣 为你行 大神 若瑟 为我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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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世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与你大心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今天我们庆祝 圣母 敬佩 大神 若瑟 我们今年教宗 特别历今年是 为圣若瑟年 相信我们对圣若瑟应该 有透过今年的 一整年的若瑟年 我们对他有更多的认识 我们不只是为了要认识圣若瑟 我们也要学习圣若瑟的榜样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 在我们走在信仰之路上 祈求圣若瑟陪伴着我们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得重罪 为此恳请众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全能的天主 你怎样救主耶稣 及他的母亲圣玛利亚 从开始便托付给圣若瑟照顾 求是你的教会 在他的忽悠之下 总是执行你圣子 所托付的救人使命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望 Amen 公读萨摩尔记下 上主的话传于纳唐说 你去告诉我的仆人达位 上主这样说 当你的日子起满 与你祖先长眠时 我必在你以后 兴起一个后裔 即你所生的儿子 我必巩固他的王权 是他要为我的名建立殿语 我要巩固他的王位 直到永远 我要做他的父亲 他要做我的儿子 你的家世和王权 在我面前永远存在 你的王位也永远坚定不移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他的后裔必要万事兴隆 他的后裔必要万事兴隆 我要永远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人词 我要万代传述你的真实 我已确知 你的仁慈永远长存 你的信实 如日之恒 他的后裔必要万事兴隆 你曾说过 你曾说过 我同所拣选的人 立了约 向我的仁慈 向我的仆人 达位 立了事 我要永远保护你的后裔 世世代代 巩固你的王位 他的后裔必要万事兴隆 他要称呼我说 我的父亲 我的天主 我的靠山 我对他的慈爱 永远保持 与他立的盟约 绝不废弃 他的后裔必要万事兴隆 公读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 弟兄们 天主应许亚巴郎和他的后裔 是他们做世界的继承者 这恩许不是借着法律 而是借着出自信德的正义 为此 一切都是由于信德 为的是一切都本质恩宠 使那恩许 为亚巴郎所有的一切后裔坚定不移 不仅为那属于法律的后裔 而且也为那有亚巴郎信德的后裔 因为他是我们众人的父亲 正如今上所在 我已立你为万民之父 亚巴郎在天主面前做我们的父亲 他所信的天主 他所信的天主就是 使死者复活 使那不存在的 成为存在的那位 他在绝望中 仍怀着希望而相信了 因此便成了万民之父 正如像他所预示的 你的后裔也要这样多 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 上主的圣言 感謝天主 基督光荣的君王 我们赞美你 基督光荣的君王 我们赞美你 上主 记住在你的殿底内 常赞美你的 真是有福 基督光荣的君王 我们赞美你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他性命同在 共读圣玛窦福音 主愿光荣为你 雅各圣玛利亚的丈夫若瑟 玛利亚圣耶稣 她成为基督 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 他的母亲玛利亚许配给若瑟以后 在成婚前 他因圣神有孕的事已显示出来 他的丈夫若瑟因为十亿人 不愿公开羞辱他 有意暗中与他解除婚约 当他在思虑这事时 突然有上主的天使 在梦中显现 对他说 大卫之子若瑟 不要怕 娶你的棋子玛利亚 因为他怀的孕 是从圣神来的 他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若瑟从睡梦中醒来 就照上主的天使所祝福的做了 上主的圣言 祈福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祈福我们 我爱的丈夫 他的生命是若瑟 那他过的生活 我看了他不只是把若瑟当作他的生命 但是他真的是把若瑟的生活模式 放在他的生活中 他很少说话 很少说话 如果他跟阿姨有一些的争执 他还是一样的选择沉默 但是他沉默至于 他也把阿姨所讲的放在他的心中 以后就默默的去做阿姨所要他做的 他不要以话来辩论 但是他以他的行动来表达出 他已经聆听了阿姨的话 在今天我们庆祝圣若瑟 那我们的教宗 我们教宗也给了我们有关圣若瑟 他立了若瑟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人 好像有几条 在今天的梦想中 我只要提两件事 若瑟跟玛利亚 他们应该有同样的个性 虽然在福音中玛利亚有基础他讲的话 就是他跟天使他领报的时候 他也讲话 以后他去拜访他的表姐 在伊萨博人的时候也讲话 以后在哪里 当耶稣行第一个奇迹的时候 他也说话 那除此之外 他也不再说话了 而若瑟呢 若瑟在圣经 这部福音里面 什么话都没有说 什么话都没有说 但是他们两个 若瑟跟玛利亚有同样的 他们是聆听 也执行天主的话 他们把天主的话 放在他们的心中 不只是放在心中 但是在他们实际的生活 活出来 圣母我们就不用多说了 我们就知道 圣母他是怎么样的 把天主的话放在心中 也活出来 若瑟 今天我所听到的 他是听命 听天主的话 天主要吩咐他做什么 他就去执行 他听到了天主的话 不只是从 右边进去 左边出去 但是他真的是听了 放在他的心 他一醒来 他把天主所吩咐的 去做活出来 这个是若瑟 跟圣母是一样的 他们聆听天主圣言 他们把天主的圣言 放在他们心中 也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上 活出来 我想这个也可以当做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榜样 我们每天聆听天主圣言 我们也是希望 也透过圣母若瑟的祈祷 天主的圣言 也真的是 居住在我们的心中 也表现出来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 第二个 若瑟 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一个人 他对别人的需要 非常非常的敏感 那这个敏感 我们在今天的福音 我们也听过了 他想要把他跟圣母 跟玛利亚的这个混约 在暗中解除 要解除这样的混约 因为他不要公开的 把圣母 把玛利亚 修入 所以他也看到 对方的需要 看他也应该说 把他的脚 放在对方的鞋子上面 他去感受一下 如果我是这样做 他会是怎么样 如果我这样做 他应该是公开的 得到这样的那个羞辱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对他来说 是非常的不好 不只是他的命就没了 但是可能他的命 也一样没了 所以他应该很 用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来想 为玛利亚应该 以怎么样的行动的方式 为他是最好的 他没有为了他自己的好 就是这样的 公开的把玛利亚 他跟玛利亚的混约 要解除掉 另外一个是他对耶稣基督 对耶稣的婴儿 他非常的清楚 他就知道这个孩子 不是他自己的孩子 但是他也看这个小孩子需要 他受到危险 他也听到人的声音 要告诉他说 你要把那个孩子 跟他的母亲带去 要离开这个地方 要到埃及 这个不是容易的事 就是要走路 到了埃及 要做一个陌生 要度陌生的生活 陌生人的生活 他愿意 为了谁 为了耶稣的安全 他愿意受苦 为了别人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每天可能我们想到的 就是我自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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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中心 我们忘记了看到别人的需要 我们学习 若瑟的榜样 我们的祈求在天上的大圣若瑟 为我们祈祷 能活出他所做到的 也能把天主的声音放在我们心中 放在我们的生活中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知道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 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以你的旨意为卷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 向爱你 我们决意把各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声明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生侍奉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 施恩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奔施其恩的恩惠者圣神 敬祝于我们 极切信有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风波发展 使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上为蒙受福音的庞拜人民 获得你的真命以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善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朝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 大声拥 copper 大声若四封为我登记 大声若四封为我登记 人自父親照若四 爱过罪人尽全闻 世事尽心照顾我 保护我灵魂柔身 大神若瑟为我登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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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忘记了 曾经记ца 那是含 perfectly 太清楚了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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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和主保身若瑟 等死神交过太平 使主已断绝消灭 光亮耶稣之生命 大神若瑟为我等寄 大神若瑟为我等寄 人自父亲神若瑟 爱我罪人尽全论 世事尽心照顾我 保护我灵魂柔身 大神若瑟为我等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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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神若瑟为我我们想想 Mu